我現在在物資寶的車站 我們今天從 從法蘭克普 然後要到羅騰堡玩 然後因為剛剛 我們在IC上面 我又坐到那個安靜的車廂 所以我不敢在上面講話 它總共要轉兩次 然後一站就在物資寶 然後另一站我等一下打在旁邊給你們看 那記得德國有兩個羅騰堡 所以如果你們要去羅騰堡的話 要記得是去南邊的羅騰堡 是那個奧伯河邊的羅騰堡 然後我現在就在物資寶車站 吃最後的甜甜圈 然後等一下要等 還要再等快一個小時吧 然後才有下一班車再去轉車 來 拜拜 我們坐了兩個多小時的車 加轉轉車時間應該有超過三個小時 然後我們現在終於到了羅騰堡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它的市區走路 然後等一下就要去到 它這個中古世紀的小鎮的重點呢 就是從這個門走進去 就會到神秘的小鎮了 但我正記不得這門的名字是什麼 然後旁邊就是車道 所以走在這裡 請小心 這裡就是羅騰堡啦 那羅騰堡它是德國那個 浪漫之路的起點 所以你看到這些 用木頭作為框架的房屋 就是他們的特色這樣子 然後這邊特色的美食 是一個叫雪球的東西 我等一下再去吃 欸 他們會復活節裝飾欸 這應該是復活節吧 超多蛋的 還都長這樣鐵製的 跟奧地利的那個薩爾斯堡那邊有點香 然後上面 有一個超酷的鳥巢 應該勉強看得到 超大的 看一下 看一下冰淇淋 看一下 想吃了嗎 今天又要吃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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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想吃 不是 你不覺得 而且又有那種 加了零點火候就有那種甜筒欸 對啊 然後你不覺得走在這個街上 然後手握著一球冰淇淋 是一種很美好的體驗嗎 嗯 雨姊姊點了什麼 有點的草莓 香草 對 然後加上 欸 你那個殼長超酷的 不是我這樣 對 我就是要當小孩 小孩的殼 小孩的殼 你沒錄到你嗎 你沒錄到你嗎 我跟 我跟萱宇就是 整趟旅程最愛吃的兩個人 我們看到什麼都在吃 還有一個景點 就要先找美食 先找冰淇淋 每天都要吃冰淇淋 吃超多的 但我這個很好吃 大家來可以吃 重點區 這是它那什麼市政廳之類的嗎 這個有一個故事好像是 有人打進來的時候 他說 他對那個當地的鎮長還是什麼 說如果你把這杯葡萄酒 及公司的把它灌下去 我就不殺你 然後那個人就很用力的 把它全部喝完 所以他們就免於被殺 這是他們的那個經濟就一直 藥局 好像是一個什麼 舊市政長還是市長的僱局 對 就是他以前要住這個 然後現在改成藥局這樣 這還是也是一個景點 我會覺得真的很漂亮 就很有味道 然後它就用那種 木頭做房子的那種框架 就很有它的特色 而且布萊竟還沒下雨 想說今天會下雨 我早上看那個羅登堡天氣日報 都是到下午5點才不會下雨 然後就是雨過天氣的感覺 然後太陽還灑下來 而且你跟我 我的觀眾補充一下嗎 我說 剛才看到這種很大的百貫 因為我來他們家做的 我就是有這種 好印象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這些兩種 然後如果他們要來做的話 他們會放在那裡 那個木板在底下 喔 學到了 上了一策 我們找到雪球了 唉唷 我想像那種大超多的 你看 登登 你看它超... 糖糞炸彈 第一碗糖糞炸彈 好爽喔 好爽喔 我要一個的 這是雪球 雪球 我的應該是撒糖粉 我猜 這是巧克力的 然後這是 你也是原味 有肉 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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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以為可以征戰肉桂的小公主 我也是 肉桂 肉桂在 我在美國的時候 不小心買到一盒肉桂糖果 我整盒塞給我 我吃了一顆 那時候我在調食材 超常睡 吃了一顆睡不著 大家好 然後剛剛因為我手機掛了 所以我就沒有錄到那個 雪球那一部分 那總結來講就是 大家可以不用一人點一顆 真的很飽 很飽 然後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甜 我啦 以我的而言 原味雪球而言 沒有想像中那麼甜 然後 也沒想像中這麼 像甜甜圈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但是 真的不用一人點一顆 好 然後我們現在去逛一些 禮物店 然後再在 羅騰堡這個小站繼續走走 我們就爬上去囉 我們就爬上去囉 oh yeah 應該是 這是可以免費上去的吧 好可以 不要跌倒 然後 這樣子樓梯怎麼那麼 那麼小 對小心點 它沒有很 沒有很平 這裡的階梯長怎樣 所以要爬上來的話千萬要小心 尤其是小朋友 啊路好窄天啊 這個房子也是 欸它是藍色的 對 它長得很可愛 現在真的是櫻花季節 這個是櫻花喔 應該是吧 它長得粉粉的 還是其實是我不認識花 看這個地方 多漂亮啊 這城牆好像真的是把羅騰堡繞一圈 我們要走到轉彎處了 近的城牆 不知道我們要走多久才能繞完一整圈呢 請繼續看下去 漂亮的小房子 如果它是餐廳 我就考慮進去吃黑森林蛋糕 但是說不定人家沒有賣 但它門口那個mark好像什麼死來這裡之類的 你不覺得嗎 一條蛇要在那邊 這裡也是哈利波特的世界嗎 是的 OKOK 比剛剛爬上來的 好走多 我們 它有點濕濕的 就很危險的感覺 所以走了半天又走到漂亮的街上 後面嗎 那我們就轉身 感覺四圈好像在後面的 我剛剛看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已經回到了旅館 然後我們這兩天就是去了科隆跟羅騰堡 希望你們喜歡這一支影片 然後下一支應該會在慕尼黑吧 我猜 對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在德國的生活 然後如果還沒看美國影片的 趕快幫我點旁邊的連結去看 拜拜